因為我常常有接到這樣的一個選服案 這個就是原來他這個救養金有了 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這裡面當然你們弄了很多款式率 就是變成說讓他感覺 當然過去有一些意識形態了 現在是民進黨綠營的全部執政 他理當也要照顧你們 那這樣一來的話 我覺得這時候救養金 你要不要全面再去把它重新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些剃除的太嚴苛了會不會 因為就領那麼一萬多塊 但是你們幾乎每年都有剃除的 你知道每年剃除多少嗎 是 對不對 請問你啊 現在領救養金的人數全部有多少 我們請這個救養處長來跟你 好 委員好 我是救養養護處處長 我們現在領救養金的榮民 大概是四萬五千多人 在我們榮民大概10%左右的人數 四萬多嘛 是 四萬多 那每年剃除多少 每年我們是分期執行 像去年的話我們剃除了 300多人 300多人 什麼原因 有死亡的 然後最主要死亡是 死亡的不要假的 那你們的房子是增值的嘛 不是 除了房子之外 我們有全家戶口所得 我們是從 我們這個東西不是我們輔導會來說 增加或不增加 我們是從財政單位 他給我們的資料 他的子女財產增加了 他家戶所得已經超過我們 不管是台北市或台灣地區的平均 所謂的低收跟中低收入戶的財產 我們其實是比較寬裕的 我特別讓主委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 有些是這樣子的 你們定的就是子女嘛 當然這個都這樣定啦 可是會有一個現實上的問題 有的子女是不理他啦 有的子女在美國啊 對不對 長期在美國根本不要養他 而且很多奇奇怪怪的原因 理由 子女的所得增加 他根本吃不到 然後他就是 就斷了吹 會有這個東西耶 是 包圍我跟您報告 我們輔導會的相關規定裡面 您剛才講到的狀況 子女 未住在一起 未盡善養職責的 只要經過證明 我們是排除的 這個東西很多的榮民 也恢復他的就兩件 是啊 我希望你們 講到做到啦 現在一直這樣做的 講到要做到啦 但是我們 我們所了解的不是這樣子 另外有一個東西啊 就是 兩位看是不是可以回答 就是 對於高齡的 或者超高齡的 你們還要審查嗎 比如說九十歲了 這些榮民 他可能再 我沒幾年啊 這時候你需要跟他這麼計較嗎 即便給他占一點便宜 有占多少呢 我不知道啊 這個東西 你知道意思嗎 現在目前我們對於 二十三年次以上的榮民 還有經過八二三占榮民 我們是不審查財產收入的 現在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 因為你看你們的報表 我還覺得說 你這裡面好像你們賺得不錯啊 這個東西 經營得不錯啊 既然經營得不錯的話 照顧那一方面 可以稍微再放寬一點 因為 這些都是一輩子 就是 為國家犧牲奉獻的 其實這一部分 不必那麼的計較 那個縣啊 可以放得寬一點 現在時機 我認為是不錯的時機 現在是不錯的時機 過去 藍軍執政 時機可能不是太好 像綠軍執政 我覺得訪華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好不好 我來這裡主要質詢就是 傳達這樣的訊息 讓你們參考 謝謝 謝謝委員